好 关心菜价 关心安全之外呢 当然民众最关心的还是明天 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呢 记取了上一次挨骂的教训 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一大早宣布 他说考量大台北生活圈的成型 有很多跨县市的上班族呢 他们是来自像新北市 像基隆 像桃园县 所以呢 未来北北纪及桃园县 只要其中一个县市 因为台风而停班停课的话 其他三个县市将要同进退 结果郝龙斌可以说是糗大了 因为这个政策呢 不到半天宣布破局 桃园县长吴志阳明确告诉大家 桃园县不会加入 台北台风还没登陆 郝龙斌朱一伦率先宣布 未来北北纪桃四县市 放台风架将同步办理 如果有停班停课的决定的时候 县市首长会互相通报 然后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希望大家有同步一致 让不要造成民众的困扰 未来将会在遭逢台风灾害时 凌晨四点半进行联合评估 五点正式对外公布结论 采取停课就停班 让家长可以在家照顾小孩 考量跨县市工作的通勤族 大台北生活圈将在台风天共进退 只要一个县市决定放台风架 其他地方就跟进 像我们家就是在基隆 那有时候你基隆台北放假或台北不放假 我们上班是在台北 那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是要依哪一边为主 不方便不好 不要放就一次了这样子 老板当然不高兴啊 因为你们没来上班我就少赚一天啊 破天旺北台湾台风天停班停课 采取统一标准 民众反应不一 尴尬的是桃园县长吴志阳突然表态 并不打算参加 其实大家状况不一样 所以可能还是要各个首长 依照自己的状况来判断 桃园县主张北北基淘 四个地方各自是盆地 台地和港口地形条件 气候条件不一样 这场联合行动桃园县无意加入 网友KUSO改编电影海报 讥讽最后结果三缺一 也质疑牵连盛广的决策届时如何执行 台风天停班停课 绿绿引爆争议 北北基首长未来责任一起扛 降低民众反弹也稀释政治压力 专闲理事件 林东民 郑亚文 侯经理 台北 签谋